来,今天这道题目是一道美国的高中考试题 但是放到中国来看,很多初中生都能搞定 但是特别容易出错 一条绳子被任意的结成两段,较长的一段 至少是较短的一段的X倍的概率为多少 这道题目呢,咱们先画出一条绳子 我们可以先给它分成两段 一段叫做一份,而另外一段叫做X份 也就是说呢,咱们把整个的这个绳子呀 分成了X加一份 现在我要剪断它并且满足提议 那么你所剪的位置只能是在这里呀 也就是说在你分出的一这一部分 来随便的剪一刀 剪完之后,较短的部分肯定比一份要小 而较长的部分肯定比X份要大 那不就满足提议了吗 所以很多同学写到这以后 这道题的结果是X加一份之一 这道题目就错了 因为这个绳子啊 它是可以折叠并且对称的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再分出个一来 那我在这一侧下刀也完全可以 所以最终的结果应该是X加一份之一乘以二 也就是X加一份之二 大家学会了吗 下课 主持人说 好